四肢着地 弯腰弓背 爬行时还发出哀哀叫声 开上去就像电影里头丧尸出没 但这却是大陆最近流行的新运动 一群人弯腰弓背在地上爬来爬去 迎来不少人围观 我现在好多了 原来站都站不住 大陆郑州民众久就在公园里头爬行 当地号称丧尸爬能防治颈椎和腰椎病 原则滑脱无极性模仿动物动作治病 大叔大妈们很热衷 而且每个人都戴上手套完装上阵 甚至早期也有日本医生提出此健身方法 我这样子不会伤到其他的地方 没老师我就不做 没有这个医院 其实不是治疗颈椎 但你趴着 然后这样来走路 腰还是有负担 国内物理治疗师认为 丧尸爬身体重量全压在手腕 反弯折反而扭曲身体结构 而且腰部离地弓起 对腰椎来说负荷更大 脚比较长的民众爬行 双脚得打得更开 髋关节不够灵活 也可能受伤 所以你变得有点痘逃灾 但是脸会脏红 所以有高血压 有心脏病 我们就不要做这个动作 专家建议 丧尸爬每次不要超过一分钟 让承载身体压力的腰椎 手腕有适度休息 才不会扫成伤害 记者张哲如邵御敏台的报道 感谢观看